这次疫情大家也看到 说实在的是在全球各地 蔓延的速度很快 而且这些严重的程度也很猛烈 那美国各州 当然现在大家都也晓得 都是灾情惨重 我们很高兴的就是加州 加州这边就是整个在州政府 还有我们地方政府 大家的共同努力 还有反应还算在全美各地来讲 还算蛮迅速的 所以说现在整个疫情 看样子是逐渐有在被控制的趋势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那但是就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这个疫情 它可怕的地方就是在于 它有很多就是没有症状的感染 潜在的感染者 而且因为现在的检测的这些 这些测试的装备现在不够 没有办法就是说大规模的这个做这个检测 所以说在什么地方有这些潜伏的这些这些感染者都很难讲 希望没有了 那但是所以说大家在生活上还是一定要要更加的这个小心提防 绝对不要觉得好像情势慢慢有点好转了 所以就疏忽掉 另外就是我们也晓得这次这个疫情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 有一批非常这个劳苦功高的一批人一直在第一线冒着生命危险 在替我们大家守护着大家的健康安全就是我们这个医疗 医疗工夫医疗 第一线的医疗工作工作人员 这些人员他不但就是要在这段期间他们的人力要付出很多 人力非常的吃紧而且他们的防疫的物资也非常的缺乏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响应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呼吁 能够就是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然后尽量能够想办法来帮我们当地的第一线的这些医护人员 多筹募一些这些所必须的这些医疗防御用品 那因为只有当我们的这些第一线的医疗工作人员 他们能够好好的保护他们自己 我们整个这个防疫的作战才会有战斗力 才能确保我们整个社区的安全